还有两个多月就到年底 各大晚会 红毯活动和颁奖典礼 也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比如即将到来的11月 就有第36届金鸡奖颁奖典礼 届时又将出现 大半个娱乐圈明星都在厦门的盛况 而在金鸡奖之前 有一场晚会先在中国澳门的银河综艺馆 拉开帷幕 它就是大众电影大湾区音乐会 和上半年在香港办的 湾区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一样 澳门这一夜 也是港台与内浴明星齐聚一堂 出席晚会的女星们为了吸烟球 也是拉足玛丽大展万种风情 比起平时那些时尚活动红毯来说 打完去音乐会要争识许多 在这样的场合 怎么穿着得体又吸睛 比平时单纯比美更难拿捏 这时候优雅大方 就成为很多女星的第一选择 一 吴轩仪明媚娇俏 这段时间的吴轩仪 在造型上频频发力 前两次活动是猛虎下山群和蓝色公主群 这次出镜的礼服选择 是一件黄色抹胸蛋糕裙 明媚娇俏 礼服来自Tony Ward 2023春夏定制系列 上半身是斜抹胸上衣 下半身是蓬松的蛋糕裙 虽然质感看起来不杂地 但高饱和度的颜色 还是很衬肤色的 在战姐的视频中 吴轩仪本人白到发光 虽然把笔直的大长腿藏起来了 但多了几分优雅 美中不足的是珍珠发式 如果换成王冠搭配盘法 那就更好看 也更贴近迪士尼的公主 当晚和定探神针钟楚希的合照 也是吸足了眼球 二 钟楚希变身神女 野心十足 钟楚希当晚的造型 可以说是所有出席女星中最隆重的 从头精致到脚 可见她在晚会上的野心 如此别致的利夫 来自YMYYNGCouture系列 是国内小众的婚纱品牌 上身之后宛如神女 包括她华丽珠光的眼妆 也是保持着这种大气勤贵 对于这身造型 网友观点不一 有说用力过猛 吐槽沙梦像喜遇造型 也有觉得惊艳的 建议内与女星的造型团队学一学 其实之前也有女明星选择婚纱礼服走红毯 像是迪丽热巴最一鸣惊人的红毯造型 就是一套玫瑰刺绣婚纱 钟楚希这件流金宝纱长裙 也是一出场 就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想不注意都难 尤其她演唱的歌曲 还是梅艳芳的金曲梦里共罪 三 刘涛 浪漫白玫瑰 刘涛这几年一直忙于事业 演戏 唱歌 主持 带货都没落下 越来越像职场女强人 这次参加大弯曲音乐会的她 也是有备而来 演唱了一首小城故事 歌声甜美 舞台上的刘涛 不管是造型妆容 还是仪态管理都很在线 她选择了一条 行中式蕾丝鱼卫裙 展现了精致的锁骨 和优越的肩颈线 锦绣大片里 不经意露出的美背 很是吸睛 玲珑曲线 性感恶魔 手上的玫瑰立体装饰 既增添了造型的隆重感 又看起来仙气十足 尤其是走下台这一幕 宝杀飞扬 宛如蝴蝶展翅 高清镜头下颜值没有崩 笑起来还有两个梨窝 一点也不像45岁的人 四 景田 甜美公主 作为最后一位登台表演的女星 观众对于景田的期待值 也到达了顶峰 前不久参加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的她 在央视镜头下 文婉一笑的样子 令人印象深刻 当晚 大甜甜以一席粉色公主群亮相 带来一首澳门之歌 这种色系容易穿吐气 但长相大气 皮肤白皙 气质典雅的景田 显然驾驭得很好 光影相应 美得像个公主 微闪的眼妆和精致的发型 也和这套礼服非常适配 不得不说 这一身打扮颤得她甜美温柔的 让人一步开目光 景田当晚状态很好 观看其他明星的演出也很认真 轻不自禁跟着哼唱 是个很称职的观众了 五 陈都灵 海洋公主 今年陈都灵的作品都挺出圈的 活动造型也都跟得上她红的速度 比如华表讲那一身折扇鱼卫裙 就让人眼前一亮很有中国化的意境 这次的裙子则是由一片海蓝色薄纱打造 颜色在晚会上非常吸睛 优雅与清新兼备 宛若海洋公主 她的皮肤真的很白 再配上红唇妆容和水晶二世 复古港风味有了 站在舞台上 鲜眉亮眼 那份清纯与美感实在夺人厌求 当晚她和演员曾顺兮 还有一位来自中国澳门的小朋友 演唱了《妻子之歌澳门》 表演真直动人 六 陈妍希在台上摔了一跤 女明星在红毯上摔倒时尝试 毕竟穿着大面积的礼服 或者恨天高走红毯 确实很容易摔倒 这次打完军晚会 陈妍希也在舞台上摔了一跤 成为焦点 当时陈妍希要从台上走下来时 不小心踩到裙脚 一下就摔了个屁股蹲 好在她走下来没多远 反应也很迅速 这才没摔得狠狠 调整过来的陈妍希 很快站了起来 化解了这一尴尬局面 从她选择的这件抹胸羽毛长裙来看 确实属于一不小心 就容易踩到裙带的类型 对于舞台摔倒一事 陈妍希也很快回应没事 表示站起来就好 七 影儿低调奢华 和陈妍希一起演唱的 阿里山的姑娘的影儿 则选择了一件 比较华丽的金属色鞋尖长裙 再加上自然的高盘发 以及精致的妆容和耳饰 有种低调的奢华感 从精修图来看 层层叠叠的裙摆 还有个高开叉设计 为造型增加了看点 也让略显笨重的裙身透了口气 八 李怡桐 又洒又美 和其他女明星不同 李怡桐的造型走酷洒路线 一身偏向舞曲风格的裤装 当晚她表演的曲目是黑毛警长 选择这样的风格 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色紧身裤 搭配一头黑长纸又洒又美 九 周宇童变身小野猫 今年上半年 周宇童凭借爱情而一里的梁永安一角 再次受到关注 虽然红毯走得少 但造型都在水准之上 之前一身白色抹胸长裙 搭配短发的造型 港风满满 这次和李怡桐合唱黑毛警长的她 也是走成熟御解锋 以全黑造型亮相 气场全开 不同于李怡桐的甜美妆 周宇童则是化了个丧气又勇懒的眼猫妆容 很有氛围感 但从舞台的效果来看 打了些折扣 诗王立坤得体优雅 新剧特工任务 刚完结不久的王立坤 也出来参加活动了 和李莎名字合唱歌曲 《月朦胧鸟鸟朧胧的她》 以一席月光色杀群出场 在这样的场合得体又优雅 珍珠亮片的点缀 为整体的造型加入了梦幻的气息 和歌曲氛围很契合 装发和耳饰就更收敛了 主打简约的风格 十一 张新宇 花朵群装 有种春夏的既视感 说实话 花卉要素过多的裙子 很容易翻车 不过好在张新宇很瘦也白 效果还是不错的 裙子上的立体花卉 加上蓬松自然的卷发 已然足够出彩 所以在主宝配饰上就收敛了一些 除了以上女星之外 还有和唱现代爱情故事的 王祖兰里亚男夫妇 带来经典歌曲 《逢中游躲雨做的云》的孟廷尾 对于男明星而言 西装革履是万金油 但如何在一种西装正装里脱颖而出 才是考验男明星和造型团队功力的地方 比如曾顺希 这次就选择了一身红色西装 在颜色上鲜声夺人 同样在配色上做文章的 还有马天宇 西装上衣提高到腰线的下摆长度 也让他在当晚一众男星造型中 显得很特别 演唱任逍遥的张琪 则是穿了身紫色外套 还有老牌大哥张卫健 则是搭配了身黑白相间的西装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歌手来说 花在表演上的心思 显然更多于造型 值得一提的 还有这场晚会的主持阵容 有谢南 林小峰 张磊 沈玲 陈贝尔 其中张磊大家都很熟悉 随着李思思离开央视 如今央视女主持也越来越少了 以上就是澳门这一夜 大众电影大弯曲 音乐会的女星造型盘点 11月马上就来了 年底各种活动将一个接一个到来 想必到时候又是各种争奇斗艳 音乐盘点 感谢观看